Hello大家好,G Channel 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白票和廢票大幅增加 白票有3,141張,創歷屆新高 而廢票有2,082張,比上屆1,300多票多 選舉管理委員會今早11點對15個票站進行核票工作 當中有極少量的廢票復活 大部分經核對的選票都列為無效 其中不少廢票都印有不同的圖案 選民的創意和表達都比較多樣化 我們一起看看 有選票上面寫著垃圾選舉 這個這麼深的字應該是個醜字 還有個史字,畫風有點始兆無極 也有選民用印章蓋出筆字 這一張蓋了一個笑哈哈 至於部分選票上面出現DQ的字眼 亦有出現被DQ的現任議員吳國昌的名字 而這張點陣都很密 應該有1080P 以及有用簡體字寫成個蘇字 應該是指被DQ的議員蘇家豪 而經核對的廢票當中 除了蓋印超出有效範圍被視為無效之外 亦有不少廢票支持多個參選組別 甚至每組都吸引 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是42.3% 有成13萬人投票 但仍然創下澳門回歸以來最低紀錄 雖然今屆選民交上屆增加了18,160人 但投票的人數反而減少了37,587人 選管會主席唐曉峰昨天說 防疫的管號措施 相信是低投票率的主要原因 這集看到這裡 記得訂閱Online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,我們拜拜